中国没有一部作品是白演的 《长空之王》无名主演和导演获奖无数 还有热烈已经燃到了海外 《维和放暴队》被联合国夸奖 就连微电影也传来喜讯 由周旭王一博主演的《我的朋友》 和意大利第四届中国电影节 评为中国杰出的电影代表作之一 于意大利佛罗伦萨举行的电影节期间播出 拉起的探索星际纪录片更是得到了央视的好评 感觉大家通过此片仿佛看到了 27岁的王一博懂得72岁的人生真谛 我想做简单的人过不简单的人生 或许这份通透感是纯净心灵的应声 还有他是怎么做到亚姨婆火油的呢 是有天缘还是有人缘 难道这就是传说中的硬幸运吗 其实他的这份幸运是天赋加上努力与真诚得来的 大多数人都在夸他天赋的时候 他却一直自己默默的努力 终于努力成了乐华胶子 全A毕业的训练生 努力成了顶尖舞者的推广者 努力成了重要节点的贡献者 每次重要活动歌曲 必有王一博温暖有力的声音 无论是亚运会奥运会 还是国庆75周年 都有他的身影和歌声 这样的年轻人确实是和国家争用 强观症且事业性的青年 王一博除了太阳人羡慕之外 更多的应该是值得全国 乃至全世界人的尊敬 因为提到王一博 大家对他不只是时尚宠儿的印象 而是国泰民暗的榜羊力量 魂蕾的无形推广者 极限运动的领先带头人 人们都想向他靠起 让自己变得更好 让人生更有意义 榜羊具象化的年轻人真的不多 王一博绝对帅一个 靠着帅气的颜值 年轻的朝起 真心的诚意打遍天下 闯出了自己的一片天地 让自己成长为更好的自己